裡面的第二個單元 基本語法跟結構控制 基本語法裡面的話 第一個要知道什麼 在那個Python裡面的那個型別 其實就是它的型態 反正就type 剛剛有沒有type 最重要是Booling Booling就是True跟False 有點像開關 True跟False 一般的話 其實你True你也可以用0來代替 更這樣True是可以用1來代替 False的話你也可以用什麼 用0來代替 所以有的時候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懶人型的 有時候我打True我就打1 False我就打0 是OK的 OK的 所以以後你就看到說 為什麼老師你這邊應該打True 因為你打1 因為我比較懶 但可不可以 可以 OK 那你問我為什麼 因為可以少打幾個字 OK 所以其實有時候解誠是不見得說 一定要那麼的死板板的 方法很多 而且每一個人寫出來的答案都不一樣 你可以有你的style 絕對沒有問題 那這張症状考試 它是允許不一樣的 也就是說不一定要說寫一個標準答案 沒關係 你可以有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而且最好是有你自己習慣的寫法 為什麼 因為考試的時候你要自己想得出來 如果說你是背答案的話 那完蛋了 很容易就忘某個部分 你就寫不出來 但如果你是自己想出來的 你就很流暢 所以我去參加這個考試的時候 我大概差不多寫了5分鐘 我就寫完了 然後我就舉手 我說老師我可不可以交卷呢 他覺得有時候我有電腦 沒有啦 我要交給他嚇一跳 那就粗粗 OK 因為每一個程式我都重新寫過 所以其實很快可以 這樣什麼 這樣就OK了 平均大概寫一題大概差不多一分不到吧 打字都不止這些了 OK 不過那麼快 你寫5分鐘跟寫100分鐘是一樣的 不會因為你找交卷 你就兩張證照 對不對 一樣是一張證照 OK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題 那這一題的話 也許我們就是剛剛是P01 也許我們就在這邊 再建另外一個margin 也許叫P02 也許你如果不知道想什麼名稱 你就是記得 一樣在哪裡 在那個src上方 按右鍵 這邊我可能注意一下 然後選擇Order 或者你這邊有一個那個 Pi 就是你可以鍵Module的那個 也OK 這邊 那選這個 PiDiv的這個Module 然後Next 這邊名稱的話 這跟上面空白沒關係 這邊輸入P02好了 OK 然後你就Finish 那這邊有一個Template 要不要加 不要就Cancer就好了 這樣OK 然後你就把層次寫上去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先拿這個來練習好了 如果等一下你們盡量還是自己體驗一下 OK 那裡面的話 我建的總共會有一個變數 好了 我還是常用 這個S2的話就是整數 X3的話有小數點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是文字 整數 符點 好像符點 Flozen 那第四個比較特殊 第四個是什麼呢 第四個就是串列 串列也是在Python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形態 有點像是其他語言的陣列 那也就是說呢 你要放很多資料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中瓜糊 裡面呢 就放這麼多資料 那如果你將來要取得其中一個的話 記得哦 你可以從裡面的編號取 這個從零開始 零 一 二 三 那如果說我要print它的話 那我就在這邊怎麼樣 print 特別是把這個取出來 hello word 他就hello word print 第二個 這個取出來 那因為沒有串接了 所以這個地方可以直接輸出 那如果我今天要把第三 放到這邊來的話 記得哦 你這個寫法是x4 特別是哦 這個如果要輸出的話 記得哦 是x4 就是指的是它 中瓜糊裡面放它第幾個 就假設3的話 我就輸出2 ok 所以0 1 2 把3帶過來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把這個運算結果丟過來 那這個百分比什麼意思呢 特別注意哦 是求於數的意思 意思就是說呢 4除以3於多少 比如1嘛 所以這個答案是1 ok 特別是哦 那請各位可以在這邊運算的話 可以參考底下的 底下這邊有一個運算 加減乘除 這個應該沒問題 比較會有問題是求於數 那這個除除 特別是哦 除除是除完之後的上 意思是說 除完之後取整數啦 ok 乘乘的話是幾次方 比如說7的2次方就7乘乘2 ok 所以你們等一下也可以練習一下 這邊也許7乘乘2 然後把它輸出看看 7乘乘2的話 應該是49嘛 對不對 OK 49輸出了 所以這邊的話 你可以試著print 有沒有 有沒有這一個是hello wall的輸出 第二個第三個 那這個串列比較特殊 取得這一個輸出 那這個的話呢 就是7乘2 那其他的部分 你可以參考 這邊有一個 基本的運算子 也許你可以自己再把 這邊再稍微改寫一下 那再來的話就是說呢 請各位練習 這邊有一個什麼 自己再加什麼 什麼的行別 所以也許這邊 假如說我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這樣子 串接 剛剛不是有串接嗎 前面再串一下 就是 stream 行別 然後呢 這邊這個東西叫換行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stream 行別 enter 然後hello wall 你可以在這邊加一個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n 在這裡就視為一個換行 那反斜線t的話呢 就視為一個tab tab 根本會常用 table 鍵 它會等於是一個縮排 然後縮針沒有 另外如果說我要雙以後 我把它先print給各位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有沒有 stream 行別 換行 有沒有 實際上就是這邊加一個什麼 這個東西 換行 table 的話呢 就是這個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換行 這個特別之外 這很重要 以後蠻常用到的 這個table 是放在這裡 它有點像是一個縮排 這個沒變 另外的話這個 這個list的第三個 這個list的第三個 前後加 雙以後 在這邊因為已經被 被字串用到 所以如果說你要加這兩個雙以後 特別特別的注意 第三個 這個前後要加 對不對 所以如果說我們假設沒有加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你要加上去的話 原來是 3 如果你要加的話 它應該是加在這個的前面加一個雙以後 不過特別注意 你如果加這個雙以後 你把它run一下 它會出現什麼錯誤呢 有沒有發現 它說呢 你有一個雙以後頭 可是卻沒有結尾 到底是什麼回事呢 OK 那特別是如果你是要輸出這個東西的話 請你記得在前面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 這個反斜線主要的用意是因為 這個裡面這個雙以後已經被用掉了 用來做為輸出字串的一個符號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變成是 它的字串裡面一部分的話 那你必須要反斜線 跟它講說 我後面這個符號呢 不是要用來當成是那個判斷 就是字串的那個格式符號 而是我要是什麼 我要是那個字串的一部分 所以特別之外 這邊要多一個反斜線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吧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要多一個了 這個也蠻重要的 因為後面會有蠻多地方 假如說你要輸出這個符號 這個符號因為已經被用掉了 所以你必須要一個什麼 一個反斜線 後面東西它才知道 原來你是當文字來用 這個叫拖曳字緣 有個專有名字叫拖曳字緣 那後面一樣 如果你要再加一個什麼 串接一個什麼呢 雙領號的話 以前我們的理解應該是 加一個雙領號 也變三個串 但問題是 這個雙領號是要當成是輸出 自串一部分 所以請你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就好 OK應該可以懂這個規則吧 我可以把它執行一下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練習 一輸出這五個變數 分別把它print出來 二在前面串接 然後練習拖曳字緣 換行 從tap跟加上這個什麼呢 雙領號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呢 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些程式 在雲端白板的 第二個單元裡面都有 所以請各位試著 把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資料 也許可以參考一下 當然如果說 假如你覺得那個雲端白板 要切換不方便的話 還有一個方法 要不然你就在手機上面 打那個網址 直接有沒有 因為手機上打 也可以看到那個程式 你可以一邊看一邊打 不然的話 我怕你們那個 在切換畫面 要切來切去 會比較不方便 再來就是說 再不然還有一個方法 結果你回去 事情有同學是自己把它列印下來 因為這個講義 我有點像把它當成雲端式的講義 理論上當然以前是要列印下來 只是我覺得這樣不環保 所以 如果你習慣用紙本的同學 再不然的話 就是 你就把它列印下來 然後再把它 這個這個 用紙本的方式再參閱 不過我覺得 另外一個方法 剛才用手機 直接輸入這個網址 有沒有 我雲端上有網址 然後呢 你也可以參照 要不然你就是有平板的同學 直接用平板也很快 平板有點像 就是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可以 的一個方式 試試看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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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